李小龙香港故居被拆毁 一代巨星故居中座飞灰 9月24日 一代武打巨星李小龙的粉丝俱乐部李小龙会在社交网站公布 李小龙位于香港九龙堂的故居 今日正式动工拆毁 李小龙故居于公立2019年9月24日 在业主及特区政府的气旧下 于今日拆毁 一代巨星故居中座飞灰 李小龙会会长黄耀强向媒体表示 过去十多年向特区政府及业主争取保留李小龙故居 最后却落得清差收场 感到万分无奈 鉴于在复休故居规模的意见上 政府及故居的业主分歧很大 双方最后认为在香港文化博物馆设置李小龙专题展览 是表达对李小龙尊敬及怀念的另一个理想方法